另外为了反制中共国防部提升空军战力 奉展专案F-16战机性能提升将在这个月全数完成 再加上对美采购的66架F-16V新机 如果预计在2026年能够全数交机 那么台湾将会有206架F-16V战机 是全球最多 空军重要战力F-16战机现有的140架即将完全全面升级 提升六大系统性能包括航电武器弹药等 预计12月21号将全数交机完成 但还有66架向美国采购的F-16V新机 仍在延档中 本年会往后延档 但最后要交完整的一个期程都没有变 当然各位也不要认为 难道晚一年就没有什么战力的影响吗 所以国军每一样采购案的话都要有备案 采购的F-16V新机预计2026年可以全部到位 再加上国军现有的数量将达到206架 台湾将成为全球最多F-16V的国家 可以更有效的就是抵制中共的逆冲战机 因为它可以藉由主动战力雷达进行扫描跟追踪 同时也可以搭载 就是更具威力的控对面的攻击飞弹 来反制中共的船舰 但为了反制中共防范情报外泄造成国安疑虑 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草案 明定国军部队操演所到之处 皆定义为军事营区 禁止任何人擅自拍照摄影 就引发军事迷担忧 往后不能再拍战机 恐怕一不小心就触法 但国防部向立法院报告表示 条例三读后不会马上实行 双本旗下提升军备强化空军战力 并立法反制对抗中共威胁 这里是章语解态报道